我们常常看到演艺圈的辣妈带着宝宝抢功成功这个新闻版面 也顺势炒红了兼具功能性还有时尚度的育婴用品 南加州有华人业者就看准这样的商机 从欧洲进口大明星也暗用的高级育婴产品 其中还包括了一款意大利进口 有劳斯莱斯之称的儿童推车 走进这家靠近罗兰钢的育婴用品店 手工制作的大树装饰 处立在柜台的后面充满铜趣 店内商品琳琅满目 从细胶材质的创意奶瓶到造型奇特的玩具 还有耐用坚固的车上座椅让人目不暇己 我们店内有很多来自欧美各个国家的大牌的铜车安全座椅 以及每个妈妈都必备的宝宝需要的奶瓶水杯 和各种各样的宝宝用具 年轻的华裔妈妈结伴来购物 最终意的就是这款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婴儿推车 号称是儿童推车中的老斯莱斯 拥有华丽的提栏设计针皮手柄 还有精致的手工刺绣和白色纱帘 有点忍受因为她曾经出现在索契奥运会的表演上 也是马丹娜等大明星的心头好 难怪备受年轻妈妈的推崇 我们店呢来的基本上都是很时尚的一些年轻的妈妈 我觉得大部分的妈妈是非常注重一些流行的趋势 以及在一些物品上的造型上的可爱啊 当然也包括一些实用性 但是更多的是对流行的信息还是比较很在意 主打时尚外形的推车摆满商场 不同设计功能满足顾客各种需求 例如这款婴儿座椅高度够高 能避免汽车尾气 还能拉近父母和婴儿的距离 给宝宝更多安全感 另外为了满足海外顾客的需求 公司还提供国际快递服务 看来在时尚当道的大环境下 运营用品除了安全可靠 还要跟得上时尚妈咪的流行品味 东森新闻马丽婷英红文在洛杉矶的采访